日幣狂扁到日本旅游正式时候 加上2014年10月 日本政府启动免税新制 更是刺激外国观光客的买气 不过想去日本玩的你 真的了解新制度的游戏规则吗 过去日本的免税商品 只有服饰 鞋子 包包和电器 最少要买满一万日元 才过免税的门槛 现在增加到食品 药妆 烟酒 和电池等消费品 而且只要消费5000日币 就可免税相当诱人 不过要注意 必须同一天同一间店 便宜到当然是有 因为大家去日本 一定会买很多的药妆品 退税这种东西 就是买越多省越多 比方说你的亲朋好友 可能说想要买东西 你就问说帮忙带货之类的 你也可以就挑一天去某一家店 你帮说松本金药妆店 你就去看谁用台湾的国语在讲话 然后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凑团 就是凑说我们超过5000块 我们就可以退税 退个8% 10% 其实我想大部分的人可能会愿意 免税商品变多限制也不少 外国游客必须一个月内 把商品带离日本 期间不可拆封使用 想大吃零食的就先忍忍吧 再来可以退税的地方也变多了 包括药妆店 生活百货和部分的大型百货公司 不过不是每家店都行 要不要是Japan Tax Free的商家 才能够退税 最重要的是 可别傻傻到机场找退税柜台 有些人可能去习惯欧洲会想说 这个欧洲都是在机场退 所以我就当天反正没有时间 我就到机场再去找柜台 可是日本是不能在机场退的 日本针对外国观光客 实行的免税新制 无论政府或民间都还在适应 刚从日本回国的旅客观察 情况还是有点混乱 就是要排队排很久 对 因为他们就是刚开始 10月份才刚实行 所以很多店家对流程不是很熟悉 同一家店也会有可以退税的柜台 跟不需要退税的柜台 那如果赶时间的人 就可以选择不需要退税的柜台 最后旅客离境之前 日本海关会查验附在护照上的 退税表格和记录 并且检查商品有没有拆封 超过100ml的液体就得拖运 只要遵守以上的规定 基本上就不会被客到税 也就真的可以省到了 中央社记者张雅婷 张欣瑜 范逸佩 台北报道 tiss flawed 五千天 五千天 你可以 吧 我 召蔚 四千天 六千天 五千天